其實我也是在那邊看到有一個用詞 害我是真的有點震撼的 來氣況嘛 到底是希望要這麼真台商 就是口交 哈囉歡迎回到財教你說 只有想不到 沒有 不知道 今天呢 一定要討論什麼 老師你知道嗎 用語 兩岸的用語 到底有什麼差別 其實還蠻爆笑的 呃 我們兩岸的那個翻譯啊 其實一直以來都有一些 落差存在 尤其是一些什麼 電影啊 那其實蠻好 今天幫大家科普一下 好 最大最大 第一個科普是什麼 最近已經開始 阿湯科 湯姆克魯斯要拍 捍衛戰士 台灣翻譯嗎 第二集 TOPGUN TOPGUN 二十五年前 三十年前的片子 第一集啊 他那個時候 台灣叫做捍衛戰士嗎 好好看 都在登山上 真的很不錯 那那個時候呢 大家都笑 但是這個已經確定是誤傳了 大家在吃屁謠 確定誤傳 那個時候他笑說什麼 他們剛才翻成 好大一把槍 抱歉 弄錯了 內地大陸翻譯叫做 壯志凌雲 哎唷 漂不漂亮 哇 因為尚本身有學那個 綜藝翻譯的課程 所以說 我們之前看到的那個是假的對不對 壯志凌雲 我必須說 翻譯的聲音翻 很漂亮 那我們捍衛戰士 也可以 也不錯啦 因為他就是捍衛那個嘛 李空嘛 但是有一個真的要幫他屁謠的 台灣要明天過後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明天過後 但是這個 大陸翻後天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後天就真的有點 好所以這個比較有名的 跟大家先講 有一些台商還有一些同學 往往兩岸嘛 買機票還有 買一些旅遊行程 然後我們聽到一個叫 平台很有名叫做 斜城 那台灣其實那個字叫做 西代的西 我們叫做西代有沒有 但他們叫斜代 他們叫斜代 對 這個 同樣的字喔 但是完全不一樣 翻譯 完全不一樣 音 完全不同 那時候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差點翻得噴出來 我也覺得好像斜代是什麼 斜代不是這個綁斜代 對 綁斜代 這個笑話鬧了很久 然後後來你要到了一段時間 喔 你問清楚 大陸當地有朋友之後 你來問到 那最近呢 今天是情人節 2月14號 所以我們要講 男朋友女朋友對不對 如果有到 對岸的一些 比較年輕的 流行的這種 論壇 裡面看到 講男朋友女朋友的時候 通常會講什麼 男票 女票 叫男朋友女朋友的快速 異音 因為男朋友男朋友男朋友 男票 跟女票 還有其他還有很多 老師其實跟我常常出去吃 宵夜對不對 但是其實大陸有很多地方 然後我們就要吃 夜宵 宵夜跟夜宵 但是這其實它才還好 就相擺過來而已 對 沒有錯 那我現在考一下那個 Sean 其實我也是在那邊看到 有一個用詞 害我是真的有點震撼 來 氣況 我們來到底希望是不是真台上 就是 口椒 這什麼東西 就來小哥哥 要不要來一點口椒 我知道 老師掃一個字 香口椒 香口椒是 其實是廣東話 所以下次聽到這個不要 不要太訝異 就是口香糖 不是口椒是香口椒 那公椒你應該知道 公椒車嗎 現在如果講到公椒 你講到地鐵 台灣要捷運 這就是很明顯的差別 對 就比較簡單 其實我說實在 真的要翻 應該要翻 真的要翻地鐵才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台灣 喜歡翻著捷運 捷運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叫MRT對不對 大家科普一下 MRT叫做 Mass Rapid Transit System 所以為什麼要捷運 就是剛剛講的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對 簡稱捷運 因為很便捷 這是比較文雅的方式 還有另外一個要考一下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字叫走心 走心 我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走心是什麼 走心 我以為是我們台灣這邊的用法 就是對阿那邊過來的 走心其實就是用心的意思 很用心良苦 對你已經不懂了對不對 跟我知道的意思是不一樣 我們的走心是失去焦點 然後出邪惡 沒有沒有不是 我們的走心是說你往心裡去 好接下來 剛剛講的都比較白色 很天使 但是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 比較灰暗的東西 喔 如果講比較灰暗 就夜生活 好不好 台灣叫做 我比口交還要再講 這個算什麼 天啊 喝茶跟吃魚對不對 對阿叫做 大寶劍 因為小寶劍就是洗腳 寶劍是哪一個寶劍 寶劍就是保衛 保護身體健康 他們叫寶劍就對了 對阿 對因為通常都講說什麼 按摩 按摩 其實男生有經驗 很一聽就知道了 就是這種什麼 什麼 直走三千 然後什麼 匡 要匡出去 那種你聽得出來 你就是 你就是知道 所以他們叫大寶劍跟小寶劍 對大寶劍 對大寶劍 就是我們拳套跟半套 類似這樣去 回來 生活日常 我再講一下 葡萄 大陸叫做葡蹄 因為一顆一顆的嘛 其實就跟國族上面 那個就 那個是家嘛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這個 土豆 對岸叫土豆 台灣叫什麼 我們的土豆是小顆的 對 台灣叫做花生 但是對岸的土豆 其實台灣叫做 馬鈴薯 馬鈴薯 我們的 那個 番薯 對岸紅薯 我們叫底瓜 或是韓子 但是他們叫做 紅薯 對對對 還有一個 男生今天又是行人節嘛 就遇到女朋友 很 機車 我們台灣叫機車 他們聽得懂嗎 對 或難搞 他們應該聽得懂 他們會知道 這個引起台灣人 但是對岸呢叫做 桌 很桌 不桌死就不會死 對 不坐死 他的坐死 其實原本應該沒有死 就是坐 難搞 機車難纏 奧卡 那種感覺 或是亂搞 對就是搞這些東西 還有一個這個超難的 發小 發小 青梅族 小時候的好朋友 小時候的好朋友 鐵桿兄弟 發小 對發小就是從 大概我不確定這個來源 怎麼來源 還有一些什麼國名 像是台灣叫做 那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對岸叫做 阿拉伯酋長聯合公國 對他就簡稱阿零九 阿零九 因為他是好幾個小的部組 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直接叫講阿拉伯 對對對 然後還有什麼 好最後一個 又回到成人的部分 台灣人叫混黑道 對不對 對 不學好 喔 黑色會 但是那邊叫做混社會 喔我們叫黑社會 對 他叫混社會 對 各位同學這只是 各種明明白白 各種千奇百外的 用語的其中 滄海藝術 冰山藝鳥 對啦其實兩岸的用語 其實很多都是互相學習 學習來學習去 只是早期的時候 可能是他們那邊 接受我們這邊比較多 可是現在來講的話 我自己個人發現了 就是很多 逆向文化 對逆向 就是真的是 現在很多人都是用大陸用語 是用到不自止啦 比如說像小仙兽就是對岸過來 館長不要再逼秧啦 不要再視頻啦 不要再用視頻啦 我們就影片好不好 欸視頻的用 真的是 那一定就對了 太popular了 在台灣已經popular了 所以這個東西只有 只是很小數很小數 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建議你交一個大陸的朋友 很高興給大家科普一下 兩岸的用語的差別 如果你有什麼更想要知道 兩岸不同的地方 無論是政經 感情 男女 或者說英文 等等之類 國際觀都歡迎在下面幫我們留言 還記得按讚分享跟訂閱 還有也要看完我們的廣告 OK 還像你說下支影片 很快再見 掰掰 快死定了 快死定了 不會 快死定了 快死定嗎 快死定了 快農巡 específic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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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